近日美媒爆料称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曾在今年4月 危险逼近中国海军辽宁舰 双方航线交叉 形成所谓的碰撞航线 甚至叫嚣将辽宁舰纳入打击范围 事实上美国是最不专业 最不安全的规则破坏者和麻烦的制造者 首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国际海上规避规则等 均有航行安全的约定 2014年 诸美两国海军承诺遵行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军舰不期而遇时 应实施安全避让 同年双方还签订了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谅解备忘录 明文规定 双方舰艇不应穿越对方航线 讽刺的是 美媒爆出的消息 恰恰是美军首先破坏规则 其次 美军破坏规则几乎是常态 2019年6月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某舰艇编队 与美军航母编队 在东海公海海域相遇 美海军前色勒斯维尔号巡洋舰 突然变线 切入俄海军舰艇编队航线 毕竟到距离俄海军 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 反潜舰50米内 2020年1月 在阿拉伯海北部 美军法拉格特驱逐舰 横跃俄军舰航线 俄军舰被迫规避 俄方在事后提出抗议 并明确指出 美军违反了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 根据公约第15条的规定 当两艘机动船交叉相遇 至有构成碰撞危险时 有他船在本船右旋的船舶 应该让路 并避免横穿他船航线 最后 美舰碰撞航线 看似嚣张跋扈 实则可能遭强力反制 面对大国的多重立体打击手段 美航母在对手沿岸的日子 不会好过 今年3月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 进入地中海活动 并派巡洋舰进入黑海对俄施压 俄黑海舰队出动 11356型护卫舰和潜艇应对 美舰展开长时间搜索 仍无法发现俄军潜艇 俄军护卫舰一路跟踪 直接插入美航母编队 美舰在俄方强大压力下 不得不仓皇撤离 美舰 8104